大家好 這次教大家做的是一張錦紙卡 這張錦紙卡是由四款自交帶製作而成 分別是五線譜 鋼琴 音符 和樂器圖案 除了這四款自交帶之外 我們還需要預備一張空白賀卡 還有一張白卡紙 首先我們就在賀卡的最上面 貼上這個陰符圖案 我們用剪刀剪了多餘的部分 再在下面 貼上鋼琴圖案 接下來在賀卡的中間 貼上這款鋼琴圖案的紙膠帶 再在上面和下面 貼上五線譜 然後我們就要在右邊 用剪刀輕輕地 剪一個三角形出來 注意力度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力的話 就會剪爛了賀卡 再用剪刀尖端的位置 然後把多餘的紙膠帶出來 輕輕地撕走 如是者 做了一個好像 絲帶尾端的圖案 然後我們就要做這個 謝謝的字樣 我們預備一張 空白的卡紙 我們就用這個 蜻蜓牌的雙面膠帶機 把這個 謝謝的字樣 貼上賀卡的左手邊 它就好像改錯帶一樣 但你拉出來 就在雙面膠帶 這樣做法簡單 但看起來又非常漂亮 謝謝卡就已經製作好了 謝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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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卡